大会报告 开会时间已到 请主席宣布开会 开会跟大会报告 今天的议程 宪政组织群 现在请各位议员提督咨询 明杨议员请发言 主席 县长 秘书长 各位局势长 我们一位同学 大家早 今天的议程评论 我想针对 上一次采发处工作报告的时候 本期有提过 因为你是干善任 所以本期也没有多问你什么 对于本期关心的 上下传假的事情 然后你们所谓三板兼预乐渔船事情 然后我们这边绿化够 美化不够的 一些树木的事情 今天本期这边想请教一下我们采发处 你回答本期的时候里面写 首先我先针对三板兼预乐渔船事情 本期这边提了好几次了 从刘德泉处长开始到 刘德泉处长开始都一直在念字在字 在关心这个议题 因为近年来我们的海域 就是说捕鱼的量越来越少 相信希望说能不能比照澎湖 这样制定一个 因为这个都是以县政府 我们自己可以订定的 并不是说一定又说 我们的预约署规定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处长对这件事情 也没有研究过 因为当初我也透露各个告诉你说 我要请教你的预乐渔船事情 你要多帮忙多去研究一下 我不知道你现在对三板兼预乐渔船 研究到什么程度 请主席财士 请我们小巴助长做回答一下 好 请处长做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民养议员 有关那个三板跟娱乐渔船的 这个我们有去了解 那台湾确实也有些 县市是有订定 那个渔法三板兼颖娱乐 渔业管理的自治条例 而且现在就是说 刚刚民养议员有讲到 对于海洋的开放 其实是也是国家的政策 是希望会越来越开放 让民众可以去群进海洋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来研究 就是说 如何在兼具开放跟安全的状况之下 来订定这个自治条例 这个我们会来研议 因为这几个地方 政府定的这个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都是在具有天然屏障的沿海 或是在湾澳内 你讲这个本来就不论 那我们天然屏障 那我们福报感双不双天然屏障 我知道了 我是说我跟议员报告 这个我们会去研究如何订定 就是如何在兼具安全的状况之下 来订定这个自治条例 跟议员报告 因为这个我们有规定是一顿以上 那假如说这座船三板 那三板假如说就是一顿以上 你就可以朝这方向 那你可以说可以比照说 你们那个预略预船的设备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这样去规定它 这样子会比 那它有一预略预船最基本是一顿以上 你可以限级风浪嘛 然后呢可以要求他们 那个船商要做到什么设备嘛 假如说有驾驶台 或者说那洗手间 这是最基本的嘛 那你它的床子有一顿的话 你就让它去 去说去 曾经提出申请 申请的设备 那当然有你们省合 有你们这个预略预船 你比照台湾家或别的县市 那条件来让它提出申请 它可以过 那当然是最好的嘛 对不对 那比照安全第一为主 像中央规定是七级风浪以后 是不能预略预船 就不能出海 可是澎湖它规定 六级啊 那澎湖东北基本很强啊 那我们假如 对啊 我们假如也可以规定 我们沿岸三海里 或者说两海里内啊 对不对 没有说叫你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那它中央也是不准嘛 这种小船 他们也不敢跑到很远去嘛 那办法是我们自己在定的 是 以安全性 以优先为 我希望在你手上这个 这个 今天那个 山盘今天那个预略预船 要不然就把 山盘二子拿掉就好了 好不好 比照一下 就是因为那个 我想刚刚那个 那个民养院讲的很清楚啦 就是 其实你提到的 包括一些设备或是风浪限制 就是我刚刚讲的 在安全的 那个前提下 我们会来 在安全前提下来 定这个自治规则 因为我们这样也应该知道这个 自治条例在于我们县政府本身 不是在于它中央 是 好不好 这方面你 我希望这个再次研究一下 好 那这个你假如说预略预船建筑好以后 昨天我们那个 牌标议员提到说 采科镇的事情 采科镇已经是战地政务者时代的产物了 是 因为它那时候为什么要采科镇 就是因为它 常常要退潮 退潮的时候才能采蚝啊 采紫菜 采生蚝 采那些野生的淡菜 那就是因为是退潮 然后呢 那时候是军方在捕所在码头 要那个证件才能下去 他是为了房子跑到大陆去 是这个采科镇 我们才花采科镇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说你今天假如说 我们这个坚行那个预略预船 能过的话 预船建预略预船能过的话 那他们就不需要采科镇 什么时候直接上去 也可以登到采科 因为沿海这一带 真的我们现在退潮 在去采已经没有了 你看 就是说现在我们 我们以前的很多 现在观光会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真的 几乎快没有了 所以说他要岛去比较远一点 比较没有人居住的岛屿 没有人去采的地方 去登岛去采 所以这个 你这样子连采科事情也解决了 是 好 谢谢民养议员的建议 再来我就是说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马祖真的是 绿化够 美化不够 你看像我们目前 因为我们议会 是不是出发到福澳来 到福澳9号去 我们这边沿海过去 现在目前做一个 外面有做那个 类似休息室那种 休息室那种 那个是不错 然后你们看 你车子开过去的时候 看看本来风景很好 被疫学树就担到了 被满草就担到了 就变成整个走那条路 本来心情是很愉快的 尤其现在这种天地 搬往的去走它 真的是很愉快 所以你应该 我跟你建议是说 你一定要从海境 真的好好绕一圈 真的要绕一圈 绕一圈 少一圈走到四围里面 从我们经绕一圈 我们就是人家自由行的人 他们骑着汽车 绕着海境真的是很舒服 夕阳看 有夕阳那时候 我们马祖风景真的是很美 那被你这种树 尤其那些树 现在你可以去看一下 树枝现在不是很大树 我们可以处理 等树目越大 而且那树枪树又不值钱 对不对 这也会影响到整个视野 这方面我希望会后 假如你有空的话 礼拜六我们去绕一圈马祖岛 好 是 车子 那个我要坐你车子 我要乱回油钱 好 再来我再请问一下 我们扶好上下船的 这里面的工作报 那个没有修船 北干有上下船 我们连维修的地方都没有 你看目前你们没有上下船 就在我们现在 我们连加海域那边 船放那边不是很凝乱吗 然后上去以后也没有下来 那你这个到这么久的 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南干 弄一个简易型的上下船 我不知道你对塞子 我之前跟你讲过 你回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现在想法是怎么样 跟议员报告 有关上架场的部分 依据同仁提供给我的资料 就是说福澳的鱼杆部分 我们有一个整修工程 那主要是福牌的整建 到后面还有一个打庄工程 那另外民法院这边讲的上架场的部分 因为当时候在规划的时候 一直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地点 那另外一个是怕影响到景观及环境 所以说就目前是没有规划固定的上架场 但是也考虑到就是有一些船 渔船维修上架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 有做了两个移动的那个平台 可以作为那个渔船上架之后 在案上做检疫的维修使用 因为你现在没有这种设备 顶多我们现在是借人员民间的吊车 然后吊到我们福澳的清水公园那边 就从大队那边维修而已 可是这点要讲 尤其现在疫情关系 我们不能去大陆税修 因为赛斯本席也提过 我们船能不能在大陆税修跟建造 结果你回答我说 你应该回答我说可还是不可 你回答我说疫情关系没有人提出申请 税修是可以的 你应该回答我说可以啊 或者说应该说可以 可是当疫情关系 船只不能进去而已 你应该回家的回答我 你怎么回答我说 目前没有人提出申请 我只问你可不可 你结果回答我问我说 回答我说疫情关系没有人提出申请 这是两回事啊 好 好不好 这个方面我希望你这个 应该要注意一下 目前因为是疫情关系 船只不能 那建造方面的话 那到底行不行 建造这部分是法规确实很明确规定 因为主要是卡在一个海关 另外一个航港局的那个船舶检验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是法规比较明确规定 大陆建造的船不在海关输入的 渔船不在输入的名单当中 所以说他造了第一个不能输入 第二个他也拿不到那个合法的执照 等于说是没办法建造就对 对建造的部分目前法规来讲是 税修是可以 税修可以认证 那这个建造不行 这不是很矛盾吗 我可以帮你修船 我也有能力建船 你可以认同他的税修技术 你们就不接受他们建这种船 其实这种船我们都是小船 为什么不可以 对 不过民安医院建立了这个 我们再来跟中央来争取看看 是不是可以放宽 再来一个 我再来请问一下 你们这一次办那个 就是说你们这个活动 有是说 那个我们福澳小岛野山那个 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明年是不是有继续办下去 明年也会办 那我有 因为那天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参加 那我觉得整个氛围 看起来也蛮不错的 那我们是希望明年 也可以做比较更大规模的 来办理这样子 对啦 风围的时候是不错 唯一缺点就是说 人数来多人 就是说看了人比我们在野山的人 是 我们明年会把数量 让参加的人可以多一点 这个方面我习惯说看 你明年叫做继续比较办的话 人数方面能不能增加一点 好 等于说是扩大的 是 好不好 这个方面你怎么 上来就是说 我也跟你提醒过 铁板 那个马杆 就是说帆布铁架的问题 这次都已经也差不多提了两三年了 那我不知道 以前处长说尽量去争取经费 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一方面的话 有什么进展 争取经费到进展到什么程度 跟民养议员报告 那这个我上次去营建署拜会的时候 其实也有在跟他们提 但是营建署就说 这个不在于他们补助的功项范围 因为我们所有的经费来 都要寫计划给营建署那边审查 如果不是他们的功项的话 也是不在补助的范围 那目前我们处里面 也比较没有这些相关的经费 那我们其实有发文 请相公所那边看看 如果说他们有经费的话 能不能考虑来协助马港村的 来做盘部的整修这样 因为这个一年拖一年 这个东西铁的东西是 海岛气候腐蝕越来越快 要不然就是全面拆除 但是主要就是预算的问题 这我们会再来努力 这方面我希望你再多努力一下好不好 好 是 好 再来本席上次提过 对于我们这边有一些野生种的 就是说中药成分的药材 就是说比如说天盟冬之类的东西 我请您说 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开挖以后 会把野生的东西 等于说越挖越多收 然后这个真的是有专门人在采购这个 那能不能再去培育 找个地方培育的复制 我上次也跟你讲过 你也没有这种点 跟米兰医院报告 现在就是在我们接受蔬菜公园那边 其实我们是有种一些枸杞 然后另外就是在目前的官茂山 我们跟地址协会那边的案子里面 也有请他们去做一些原生植物的复育 那目前已经有种了 已经有开始在栽种了 然后后续的成果我们也会注意 那至于说其他原生植物的保育 有一个基金会 就是原生植物保育基金会 也有来跟我们接洽 那我们这边也会跟他们合作 看看来做一些原生植物 马祖原生植物的保育 后面来作为教学 或是说观光的推广使用 因为我们这边毕竟附地是有限的 像这有一些东西 你们苗埔应该里面除了培育一些花以外 应该也有产地去培花 好 这个我们回去来规划 好像我们畜牧场 你们那边准备要做什么 清水畜牧场那边 畜牧场目前是有一个 就是清水水粒的工程 那主要是一个生态工程 会做几个生态池 那另外就是我们会把 我们原来的那个仓库做一个整修 假如说它那个地方也可以用啊 它后山都是农地 应该是也可以培育这些东西 我们也会去看看 如果说没有土地的问题的话 我们会考量在那边来做一些培养 其实有一些东西培育它的时候 你要限制人家不能连根拔起 连根拔起就等于又没有了 这方面的话除了我们去培育它以后 你还要去养护它 这方面的话等于说 你不能说现在全部你把我们连根拔走 那我们又白努力了 好不好 这方面的话我希望你这个会后 要多再发一点心思去了解去研究一下这个 再来我有一个疑问是说 你这工作报告里面写什么 洗凉文化跟那个 我们的黑暗阵头 奇怪你的业务怎么跟洗凉文化 还有那个镇头协会跟你们有什么业务来往 镇头应该属于文化方面 应该属于文化处的 怎么会扯到你这单位呢 跟议员报告 这个是我们那个农村再生的一个计划 那原则上就是由各社协他们来提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经过那个委员审查之后 如果同意 那主要这个是山龙涉血他有提的 他除了洗凉文化跟镇头文化之外 他其实还有一些故宫垢料的项目有试做 所以他只是里面的一环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有点不搭 你这农那个跟 怎么会跟那个扯在一起去 跟那个镇头这环面扯在一起去 因为我有看过你们讲的说 跟那个繁殖局一起做那个清海底的垃圾 那我还有还可以联想到起来 一个是负责海上一个是负责岸上清洁 那结果你这个业务怎么会扯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你不太理解 这个主要也是提升社区的那个活力 就是什么 可以提升社区的一些活力 让有一些文化可以传承 就是在我们农村再生的 其实你没有 你这样子我们本来还不是到说镇头像那个还行 那我还可以跟你们那边申请经费 不是单纯这个跟我们申请 因为我们是整个计划它是包在里面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对我就觉得好奇怪 这个好像你们业务量也是真的是 难怪说你们这业务量真的是包商包涵 真的是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 我们那个文化处 因为你 算请说 我想请教一下文化处 你们上一次有帮我们庙宇 就是说有助誼的 就是说蚂蚁 斩蚂蚁的你们有注射那个药器下去 马祖有几个庙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这个庙都是几年以上的庙 主席财士 请文化处长回答一下 好 处长就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民阳议员的关心 有关于马祖的庙宇 就我们的史料里面来看 大概都是在明清海禁之后 也就是这个清朝中期之后 聚落才慢慢开始成型 什么时候 大概几年 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 我们到目前为止 无法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我们就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面来看 大概都是清朝海禁解除了之后 鲜明才开始又来到了 马祖这个岛屿上来生存 跟生活 那生活是到了一个模式之后 聚落才会成型 然后才会开始有信仰的介入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来解读 你现在给我解释清楚 比喻这样子 是 我们白马中华庙有几年的 有你认为有几年的 我觉得白马中华庙应该至少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两百多年 对对 这个庙这个庙已经有两百多年 应该是有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古物神像的那个状态 本席为什么会说这个提出来说 也感谢你们帮我们那个 保护我们那个庙住址 是 那个 我为什么要说 提出这个问题 怎么办 就是说你这个足以证明 文化处都认为说我白马中华庙 古老白马中华庙有两百年的历史 不要准两百年 一百年也没有 绝对是 应该是有了 那问题就来了 变成中央了 现在国税那个国有财产局变成 我没有去登记 就变他的土地区了 变他的土地还要跟我要钱 我想问一下那个 我们地震局 你这个我算不算 这个算你们今年成立的 六月份成立的 宜南杂政里面其中一项 连我们文化处都可以证明 我那个庙有一百多年了 你国有财产局凭什么拿走 这真的也很奇怪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是那个 就是说民国五十多年的 民国五十多年的相片 那时候是 一个门两上 文化处长请桌下 谢谢 一门两上 为什么说一门 他这一门两上呢 就是一个门两个窗户 现在是变成三个门 对不对 我觉得文化处这个 我们那个地震局这边 这个奇怪 这个地为什么 等于说 虽然说我们没有登记 也应该属于我们县政府的 怎么会变成国有财产局的 目前还要跟我们收租金 那我请问你 我算不算你的营南杂症里面 那六月份成立的营南杂症里面的问题之一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怎么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财政请地震局长回答一下 谢谢主席 谢谢林宇 我想那个事实上白马中华 他就是时效战友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他在八九十年 九十年代 他就因为 因为你没有来登记 没有来申请收归国有 然后我们103年到108年 政府也有公有地访还的示范登记 那我们白马中华庙又错过这一段 时间 所以说他目前还是保留在国有的状态 一般人家认为我这个老庙 怎么会想到说 你们会变成国有财政区的 你这个项目 我们都相信这个庙 事实的存在 这就是说没有去申请 那你当初也没有为我们的县 我们整个林江县的土地 保护我们的那个 维护我们 就是说维护我们保护 我们自己当地的那个土地权 那国有财政区就归国有财政区 你当初没有审核 这是人家庙里了 你怎么会归国有财政区 那这样子等于说你们地论女士 也有问题存在 土地是这样子 土地法总登记之后 贷款一年 如果没有乡亲登记 他就会收归 不是你今天假如说是私人 不起眼的地方就算了 这明明政府都有介入了 然后我们都有合法去登记了 你们 你的意思说没有人登记以后 只有国有财政区 你们地论女士就直接发出去了 那你们去占量土地 那有什么意义 那你明明知道是庙的 这不应该的 这是人家庙已经几年了 你就不应该给国有财政区 他土地地自动收归 但是我们这个案子 类似这些案子 我们都有纳入 我们目前在检讨的范围之内 检讨范围之内 那什么时候 他现在叫我哪钱 我怎么办 我们有行文给他 我们也跟国产署开过会议 就针对这些问题 希望国产署不要用 目前是暂缓执行这个业务 然后因为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是 也有相亲类似的案件 大概三四百件 所以说目前希望用租用以后 就依照国产法 就租五年之后 我们用购买方式 租五年等于说 我还要五年 跟他租五年 然后他才能跟他买 还要花钱跟他买 我想公益的 我们会请他另外处理 他就说如果你可以成立财团法人 他就可以直接拨用 这个什么世界 这明明是你 假如说是你家的东西 那你没有去登记一下 然后就这边的国家了 我还要跟你重新再租五年 然后你才能卖给我 我还花钱买 这个真的有点 这是国有财产法的规定 我们目前就协助在做 相信在做这些事情 你就要去抢还比较快 对不对 这明明的历史记载 那么一清二楚 而且你们也这样 全赚也发出去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你们这个 我们没有花钱赚 因为政府就是刚才报告过 总登记之后贷款一年 那就如果没有再申请 他就会自动收归国有 那另外的部分 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 有103年到108年 就政府有开放公有地访黄 不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我们老百姓想法不是这样子 那我说我这边已经两百年了 或是一百多年了 你怎么会变成登记者 那你们这个地震 也要替我们老百姓把关呢 为什么这么说 那他的土地有纠纷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要说 你们各个退一步 对不对 就算这个不是我们 是属于国家的好不好 是我们县 最起码也是临江县的嘛 你最起码 你们地震局也要有个把关嘛 对不对 这最基本的啊 你们把关的责任都没有做到 你说不应该这样子 你们当初也要提出异议 不是说什么都怪我们 谁叫你当初没有登记的 那没有登记这块土地 是不是在你临江县的地上 是吧 那是不是属于你们临江县的政府咯 你国际没有没有带一块地过来 那等于你们地震局 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地 不管这个地归 最起码叫做归于县政府去去 也就算了 像华光大地上面 地是归于县政府去的 那以前是学校是归 它是没有错 最起码他们弄清楚 那你这个明明也是知道的事情呢 那你们却没有保护到我们老百姓的 尤其我们连江县的土地好了 不要说个私人了 这方面我们地震局这边 我们会认真跟国庄署再继续讨论 因为这个林小强也拜托你 快两年了 这个忙碌你这个 能不能下个会期 有个结果给我 好谢谢 下面请坐 代表议员请发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